大家好,我是理想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司法观点22 撕开委托人心脏腹后 卖出股票到心脏腹 后取走股资的行为 认定诈骗罪 五华诈骗案 刑事审判三考案例第952号 五华2001年与被害人陈陆 在佛山市长城区广发证券公司 签订委托书 陈陆全权委托五华操作股票账户 同年5月 五华私自使用陈陆的身份证 新开一个银行账户 分数次将陈陆的股票卖出 并持陈陆的股东卡身份证授权书 到证券公司 将股资24.5万转入 新开付的陈陆银行卡后取线 2011年五华被抓获 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以诈骗罪被逮捕 后长城区检察院又变更为盗窃罪提起公诉 在一审期间五华全部退款了 给陈陆 长城区法院判决五华盗窃罪十年 罚金一万五华不服还提出 本案已过追溯时效而上述 佛山市中院二审改判五华诈骗罪四年 罚金四千元 司法观点 首先五华在公安机关2001年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 不受追溯期限的限制 本案并未过追溯时效 其次五华市证券公司柜台将股资转入新开付的陈陆银行卡后取走的 不符合盗窃罪中秘密窃取他人财务的特征 五华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再次五华通过欺骗证券公司业务人员的方法 以非法债有陈陆骨资为目的 使得证券公司业务员误以为是陈陆授权五华取走骨资 导致被害人承诺财产损失 而五华非法获利 五华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1� Audrey 2 1 4 5